哎 那不是金牌坚竟然难过黑吗 对啊 他不是单身20年就是无声吗 这怎么当不跟别人亲家啊你给我 这便宜没够了小弟好 对不起对不起阿姨 你叫谁阿姨呢 啊姐姐姐姐 小姐姐那个我刚才着急去用屁 所以才不小心撞到你的 你要去天语面试 我可以把你面试成功 你 感谢各位那么我们今天的专访直播就 站着今天我有事情想和媒体朋友们宣布 建议一下无声的直播 你应该没有意见吧 你想搞什么有恶子 刚才无声宣布了一件喜事 作为他一直的经纪人我也有件喜事 这位是我刚签约的艺人 相信他以后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甚至超过无声音 金牌经纪人换艺人了 还挺帅啊 另外 他也是我男朋友 傻说什么呢 你不然就别怪我 能大火的艺人不好找 我会见了人 多的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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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男嘉宾的新艺人啊 你到底是谁啊 我平时交代你的人 他就是你以后的财神爷 你啊最好乖一点 还有给我干掉无声那个吃里啪歪的小崽子 我气死老娘了 你的形象声音形体条件都不信 所以你的签约费也会是全公司最低的 我身材好了 什么 谁知道 你 刚和我解约就和新人打得这么火热 我这么 靠气我和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 怎么没想过不合适 你想呀我是谁你一个新人还不配置 可以不 绝对不找这样的才能来热心 你 上午那段戏我想再试一下 我喜欢你很久了 你得试 小天还唱多声音 怎么了 姐姐不认识啊 接下来的戏 小屁孩 你觉得我们更甜了吧 姐姐 你是不是太担心了 小屁孩 太嫩了 你这种浮于表面的演技 没收到你了 说表演课老师连我这都过不去 可是我没谈过的没感觉 那就请你擅长的来 总之你一定要进入训练营 下一个请开始你的表演 老师是不是只要自己擅长的就行 不然呢 我看你擅长的不是废话吧 信不信我 我们也玩了导师 我比较顺畅形体 你的体型确实挺擅长 慢着 我送一人过来是为了提升他们 你这样是不是应该草率 你真的觉得有那么长话 我 这次我的体型够真挚了吗 真 太真挚了 这叫急性的表演太棒了 没想到你的眼睛这么有故事 你入选了 所以你刚才是 这次我已经不错了 请请你姐姐 我靠你妹的 别信他们在伸舌头 好香啊 好 叔 你不在训练也好上课跑川干什么 那真太恐怖了 每天练习十七八个小时 表演课 声乐课 形体课 还有文化课 你 作为一个艺人 首先要自己得行了 其次要具备足够的基本功和实力 记住了 你小屁股 擦干净鼻血 带你去吃饭 OK 警戒人姐姐 小楠 赶紧来拿东西 我和你爸拿不动了 小楠 这老梁可怎么来了 这头巾应该换门锁 谁都能进来 是 是叔叔阿姨吗 那 那 你过来 快进去 你 进去不许帮他 不是 你不许帮他 不是不许帮他 小楠 你在厕所干什么 没干嘛 没干嘛 我过来 啊 这孩子怎么胡言乱你 你这样没干嘛呢 哎 没干嘛没干嘛 你别过来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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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不是有点不把我们当回事了 哎 说说说吧 什么情况 阿姨 我是林芳 今天在买18岁 啊 家里都是老师 谁要的说这个 哎小楠呀 你老大捕小了没被下 有想法我们能理解 但咱也不能干违反恩器的事啊 又是 你不出来容易吗 要是在座库方面出问题 我第一个饶不了你 哎 你想什么的吧 不是 那是什么呀 但是 只能不能换过关了 我男朋友 男朋友 男朋友 小林啊 以后啊 你就把我当你兄弟 兄弟知道 你和我家小男在一起 不容易 哥 哥 哥 放箭 你跟你交给我 你放箭 那把我敬你 哎呦妈 你看我爸 你理解一下 你爸也没想到 还能等到你转播闭线这一天 之前那个无声什么呀 我们根本就不看好他 这小伙子都阳光啊 妈你提他干什么 哎呀不说了不说了 我给我古野顿的十圈大骨汤 还好吧 小片子给我起来 这是我的床 我哥说了 他们在客房睡 我和你睡 想的没 跟我到沙发上睡去 小片儿就是小片儿 啊 啊 啊 不过你不想被薛烈鹰出名的话 最好现在就起床 我就是在哪 你 你不会把我给睡了吧 这你几乎你也不中用了 今天是你结业考试 我把这事给拔了 非常开心大家愿意来到这里 增强自己的专业能力 希望大家可以有一个好成绩 怎么是他们 另外这次 我们专门请到了 两位你们之前的学长学姐 也是现在当红的演艺明星 吴生李可儿 来担任我们这次 结业考试的评委 我反对 这好像不符合我古怪的规矩 哦 大经纪人 这儿的过去也不是你盯的呀 再说林峰一直表现得很优秀啊 你怕什么呀 说的对啊 我对我之前经纪人 现在培养的新人能力 也一直很好奇 对啊 南姐 我也很好奇 姐姐 这次就让我自己来吧 小子 这不太好吧 你在一步不试探我的底线 是吧 你 刚才那还不算吗 虽然你刚才的表演基本功都很好 可以说很优秀 但我觉得 还是不惜 听着吧 哎呀 我也说不出来 好像 差点感觉吧 感觉你懂吗 范老师 我不介意他解议 你是公益的 是又怎么样 这是我们的权利 前辈的权 我在圈里混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卖唱 那你闲的 你配吗 刚才训练过程中你们的对话 我都录音 这要是发出去 粉丝会不会以为 你们在打压新人 范老师 这件事还是你来确定 放心 我们训练营这么多年 一直品成的就是公平 不会因为几个明星就改变 凌风风过节夜 yes 你们在干嘛 在调情啊 信吗 你让那小子给我等着呢 好 哥哥谢谢了 别客气 我是看好我们家林峰 一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六六六 我叹你妹啊 大哥大姐 你们行行好给我留条红路吧 我这是武装年情剧 不是一制片 看看词行吗 哎呦 好嘞大爷 好嘞大爷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我觉得身材是真的好 带你来片场不是让你看美女的 我明白 我就是熊大无能 和你没法 我还小吗 我还是看起了 咔咔咔 哎呦 天爷呀 给我个好演员吧 他谁在叫我呢 哎呦小姑奶奶 你这段时间去哪了呀 快给我推荐几个艺人呀 这几个我实在挺不住了 这不是给你带来了吗 这个 送来的差不多了 死马当活马医吧 不过还得求你件事 急死我了 你家姑奶奶能不能答应啊 姐姐说行了 应该问题不大吧 别着急导演 我能不着急吗 催什么催 催 长河又无故里 炊烟漫漫 度过白春千万里 我听着深地去 人间情欢可泣 落落冰雪 啊 这可都是因为你 这么多年 我们是不是哪有个自私呢 王爷 切身任务的处置 哈 美丽 太美了 过过过过过 我早就说过你是个当演员的料 你非要做什么经纪人 小伙子 看得不错 刚才体验不错吧 嗯 我现在只是想把他带好 这次是高农 下次 这次多亏你们帮我救场 你放心 我明白 你一下无力不起早 这次怎么会 一个成功的艺人 除了努力 运气 最重要的 还有薄露 那老头有那么厉害吗 小皮孩 想让他的气的从这排到郊区 别得了便宜还卖官 哦 请问你是南公飞小姐吗 我们是 我们老板想请你过去谈谈 哎 你们干什么 谁呢 我 你们是谁 林峰呢 看来你挺在意那个小孩的 你是 华星传媒的老板 林婶 看来我在业内还挺有名气的嘛 这次找你来 只有一个事 我希望你退出这个行业 是吴生让你来的吧 傅仙还成了鼎流明星 我的存在 让他睡不着觉吧 是我请他带你来的 依可 你是不是想要的太 你是不是不知道自己现在的处境啊 我对你们的感情不甘心 我只是希望我的人不会受到任何风险 我要是不答应了 那我就逼你退出了 帮他拍几张艺术照吧 你们要干什么 放开我 你 我揍手放给他 你们想干什么 你们别太过分了 那就没有小孩敢这么跟我走 我很欣赏要不要来华星啊 放我这两个人我保了 我也是没办法解决回我 啊你干嘛呢 啊啊我我帮他擦擦啊 他现在这种情况不能去医院 不然明天的投票就有了 老板你能告诉我 你是怎么说服那个黎然 把我俩放了的吗 啊自然你已经猜到了 我就告诉你 我确实是说服的他 不过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那时候 我们刚入这行 野哥 你是真的喜欢我吗 然 我是真的喜欢你 野 笑了我吧 老板 老板 原来你们还有这么一段啊 我还以为你是个 你想什么呢 人家是纯爷们 后来我们一起创业 他太强势 我们就分家了 所以后来 才有了天鱼传媒和华星娱乐 姐姐你请吧 你告诉我 我的衣服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诶 这是个误会 你信吧 野哥 你没事就好 青年公司主推那部去 我想让林峰当男主 好 我去 终于太刺激了吧 我不会真的喜欢上了 喜欢上谁了呀 我的金金人姐姐 你们在这儿 这是我家好不好 你刚才说什么 你 没什么 小片孩赶紧起床 让一个新人去住院咱们公司的年度剧 公司就没有这个先例 我不同意 这次就留了 我相信他 我也相信我自己 年轻人 自信是好事 过于自信 就是愚蠢 你应该知道我看人的眼光 而且我已经为他做好了铺垫 圆圆圆老板 生意兴隆啊 诶 导演老哥 诶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 要不是看你上次给我演的不错 你说什么 你上了他的戏了 对啊 上次他和小楠帮我串了一下戏 样子出来了 大家反应特别好 这只是铺垫的一小步 从我一开始签约他那天 借助无声的专访 其实就有很多人认识他了 后来他又经过了训练营的断练 你应该知道 从那里出来的演员 专业能力完全没问题 后来又唱了一下纵挡的戏 我想大家对他很期待吧 所以 他来当这四年陆继的演员 我没意见 但是 我有个条件 女主 我来定 没问题 哎 烦死了 他这是在故意向我宣战 升哥 你别生气 一个过期经纪人 还有一个毛童小子 怎么跟你比啊 年度剧竟然又一个菜鸟 想拿这个和我们争啊 然姐 他这不是在打我的脸 是在打你的脸 因为你的言词 这里不是天语 你不同样是我们华星年度剧的主演吗 怎么 是对华星没信心 而是对你自己没信心 这 怎么会呢 既然他们想拼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 紧张吗 有 有点 君兰个体重 你至于吗 我前两天还是炸鸡来的 碰了两斤 哎 我不活了 年度剧本身就对男主的身材有点要求 但演员本身就是千变的 加油 我能不能再放松一天 嗯 干嘛 太刺激了 好久没这么放松过了 我也是 要不我们再换一个 不用挨挥 掌握了 直到今世 我们相隔着一个街角 冰峰 当演员 是你的梦想吗 嗯 原来呢 我只有一个梦想 那就是当一个合格的演员 现在 我有两个了 是吗 让你当我 一辈子的经纪人 我能绕了这么一圈 才遇到 我比谁都更明白你的重要 在睡觉的时候 好像也没那么清楚 剧组筹备第一天你就迟到 我看你是不想活 这也不能怪我呀 是你刚说叫着喊的 你再说 叫着喊您说 再等一会儿 小屁豪 让你乱说 你们 我们 你们在一起了 今天你们迟到 其实影响也不大 其实今天就一件事 是吗 帮我挑选这部戏的旅主 这些 都是我们演员附造精挑细选的女主人选 你确定是他们 他们 都是专业的 来来来来我们世界 方 你真的愿意离开我吗 我也不想 可是 我不得不离开你 为什么 你真的不爱我了吗 看 这个好像不太适合 下一个 方 你怎么可以这么无情 我也 我也不想这样 那你为什么这么无情 这么无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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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 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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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咔 宋导 你不会告诉我 有你的专业度 你可以接受吧 我也没办法 现在好远不好找 合适的又没到期 那这也 这也太寒酸了吧 导演 天鱼要是没人 我们华星有啊 您看 我合适吗 臭 难道经纪人这是遇到困难了呀 需不需要我帮忙 你 那倒不用了 他现在有我 你可以靠边站了 小坏蛋 这次 你跑不掉了吧 我们之间 进展有这么快 快吗 我怎么觉得 还不够快啊 当着你女朋友 四季 导演 导演 可以了吧 好 不愧是华星的女一号 啊 这表现力 你叫林峰是吧 挺有意思的 以后找姐姐玩 当着自己男朋友 还对别的男人这么高 无大明星 可真是新宽 怎么 你知错了 还是想起当年我抛弃你的事情了 宋导 如果你想要李可儿 那我想 我们也没有什么合作的必要了 我就算是想用 人家也不一定答应啊 人家这是来下战输来了 还是宋导聪明 我就是来恶心你一下 顺便告诉你 这次年度剧 你们输定了 最受欢迎的一定是我 唉 你的运动啊 还真恶心到我 你要是没什么事 就不送你了 这好像不是你们的地盘 告诉你个小男朋友 拍戏有时候很危险 我也看到哪儿生来了 要等星 所以今天这场戏是演给我看的 我也没有办法 女主没找到 我只能挨个给你们展示 毕竟你们是自方啊 那你当时说女主由你来定 我是找到女主的 但人家也不宜能答应啊 谁啊 谁啊 我 没错 那个 你不许告诉我 这是你的第一次吧 废话 之前我和他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没事 别紧张 一会儿我引到你 小飘 你觉得这种事情你都等了是吧 不是你俩 有完没完 第一场戏就在片场撒狗粮 你们专业吧 不好意思导演 我帮忙收到一下 我是经纪人 本来演戏就不是我的专业 哎呀快点快点快点 跟我们准备赶时间 真是我们的灯光啊 就你快点 小心 小心 死猫 想保住他那个小男友 还有他们的戏 出来吵火 我等他 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漂亮 凌风受伤是你安排的是不是 这现在还重要吗 重要的是 你那个小男友要不行了 而且 你们的戏也开拍不了了吧 啊 我忘了 因为我的离开 你欠公司的违约金还不了 需要钱 可我不需要你 需要我 你必须需要我 哎呀 不小心弄撒了 没事 我帮你弄干净 你这样 我怕李可儿知道 既然 你不喜欢这么快 那我们就多玩一会儿 是啊 凌风的事情 是我和李可儿之事 但是 他只知道我想毁了那小子 他不知道 我真正想要的 是 既然当初都把我抛弃了 为什么还不放过我 我说过 我的东西我可以不要 别人 不能 是笑我 让你笑 今天 这是演的什么戏份 我让你笑 今天这是演的什么戏份啊 为什么要救我 我可不想沾上什么恶性事件 那样的话滑心就完了 光奇今天的事情你应该都录音了吧 那天绑架我还不算恶性事件吗 那本来就是想吓唬吓唬你 只是我没想到可儿会那么偏激 就算你们老板不救你 我也会出手阻拦的 你觉得我信吗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 就是想要我的录音吗 不要把我想的那么简单 录音你留着吧 反正无声 就算了 小南 手术结束了 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取消我所有通告 说好听点就是要雪藏你 不好听 就是要封杀你 我对华欣还有用 那是之前 现在你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情 就没有用 可儿 可儿你听我解释 那些事不是真的 我就是想惩罚一下他 别碰我 我嫌你脏 我原以为你来滑心是真的爱我 我们可以一起工作 一起生活 每天都在一起 我那么爱你 结果呢 你还是忘不了的 我说 可儿之前看错了你 我也是 你为了李可儿牺牲我 你觉得划算吗 为了我自己的女儿 你说划算吗 女儿 还疼吗 你是 你失忆了 不可能 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 我们第一次见面就结婚了 我们一起拍戏 一起训练 一起见家长 我们前段时间刚确定了关系 我们 姐姐 我还是第一次见姐姐这么慌张的 是笑容 在我 你什么时候学坏了 你都学会骗我了你 你都学坏了你 是 让你严心了 让我继续逃 那个 这个 干什么 小枫醒了 醒了就好 那醒了的话 咱们的剧 没有人心啊 这边才好几天啊 那个 放心吧老板 我不会耽误拍摄的 医生说了 只要我剧烈运动就好 那你说什么叫剧烈运动 就 你说那天 你别乱说 现在的年轻人啊 有我当年的风采 还有事吗 嗯 啊 啊啊 没什么事了啊 没事的话 让我们自己待会儿 啊 你们聊你们聊 你们聊 姐姐 我好想你啊 好想你啊 我好想你啊 姐姐 我好想你啊 那个 小表 升哥好就像这些有的没有 姐姐不想 外面还有人呢 咱们在里面呢 怕什么 我跟你们讲 啊 今天那个天啊 中午吃点什么呢 你一个老板 天天能不能稳重点 实在不好意思 那吴尼俩好事了 我这不是有个大消息吗 什么呀 吴升已经被华欣解除合同了 正式宣布在业内封杀 听说还有人顺便举报了他 估计他这两年饶饭是有的吃了 这录音还没有上交 请求 为什么 这对天鱼没有任何好处 他们的流量会损失大半 因为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受委屈 我生那个混蛋 根本不配 躲什么躲 那不是你女儿吗 你女儿 我觉得也是上次为了救你们 才联系阎阎 她才告诉我 这些年 关顾着骨气 小劲 可是 李克尔姓李 你姓袁啊 我和你们老板年轻的时候有过一段 你们应该知道 我们分家之后 我有了可儿 跟了我姓李 妈 我怎么不知道 这故事确实有点狗闲 以以往的经历来看 应该很精彩 所以你们年轻时候也是一对苦命鸳鸯呀 在工作的革命生下碰撞出了爱情的火花 然后因为他太强势 你太保守 你们分开 李肚怀了你的孩子 赌气之下 生下了他 跟了他的心 你们这些年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关系 嗯 阿尔作为这中间的当事人 你全永不知道 孩子 爸爸对不住你 爸爸也是才知道这人是不久 小南 我知道可儿之前做了很多对不起你的事情 但他都是因为对无声的爱 冲锋了头 你希望我原谅他 我只是希望你能放下仇恨 这个圈子太乱了 需要你们这样尊重尊重这个职业的人去努力 无声是我送进去的 我也已经和可儿说了 他以后会退出这个圈子 并且发道歉声明 算是给你一个交代 姐姐 我尊重你的想法 欺负你的无声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了 我这点伤 好像也没那么疼啊 那就 顺其自然吧 谢谢你小南 之前因为无声的合同 我说你欠公司那笔钱 也一笔供销了吧 算错了 给你的补偿 本来我就没打算还 那不是我的错 这话你就说的不对了呀 明明就是你的错 你没管好你的艺人 给公司造成的损失 不听不听 我们八面青 来来来来来 演员继续到位啊 灯光 摄像 科普门准备 来来 场地场地 三 二 一 埃克尘 姐姐 我从来没想到过 这一生会有这样的机会 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为之努力 可以和心爱的人在一起 请你这么多 如果再给你一次重来的机会 你还会想在那天认识我吗 不会 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想 更长得掉你 我的经历人姐姐 你愿意嫁给我吗 嫁给她 嫁给她 我愿意 我愿意嫁给她 我全部下轻 祝福他们 老板 你这是 爱情的小火苗要复原了 怎么跟老板说话呢 没大没小 带我亲眼的去度个蜜月 连度剧都拍完了 这些年一直在忙工作 我该陪陪家人 你倒是休息了 我后期还一堆事儿呢 谁让你是最受欢迎的导演呐 那你还是最受欢迎的男演员呢 你们两个亲要什么 这还有个最厉害的呢 我 我算什么呀 你 金牌金巨人 你 you love 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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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